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是美西时间4月12日 欢迎收看本期的万维独播 我是Jennifer 习近平自从19大推导任期制以后 就面临来自各方的挑战 而最近一年来 习的执政屡屡出错 已经为各方所不能容忍 现在距离2022二十大还有两年 中南海的战火似乎已经开始慢慢点燃 在红二代任志强被抓的消息 早前持续发酵之际 海外社交媒体推特 同期盛传中共元老逼宫 习近平不得不放弃终身制 胡春华已经内定为接班人之一 但另有官方动向显示 中纪委正在横跨20年 倒查内蒙古贪腐 被质疑或针对胡春华 综合各种大陆媒体的报道 今年2月28日 内蒙古提出倒查20年 涉美腐败的反腐风暴 向社会征集包括从2000年以来 党政官员或国企高管 违规显明或引民投资入股煤矿 官商勾结 所惠行贿 为不法矿主充当护卫散 等相关问题的线索 随后至少有9名官员被查 其中多名落马的官员设美领域 包括内蒙古霍林和煤业集团 原总法律顾问李永仙 呼和浩特市政府原副市长赛钦克 通辽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曹文敏 内蒙古能源发电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薛生奇 内蒙古希林郭勒蒙政协副主席张志军 内蒙古贸出会员副会长张和平 鄂尔多斯市人大常委会员副主任刘桂花 包头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员副书记孟志全 最新一个是4月10日 中共内蒙古巴燕卓尔市副市长郭刚被宣布调查 有分析指出 种种迹象显示 习近平或将借助中纪委对胡春华动手 将未来接班人的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此次2020年公卫危机还没结束 在中纪委的敦促下 内蒙古决定倒查20年煤矿问题 其中深意难人寻味 也是未曾有过之举 可能正如在十九大前夕 中纪委专项巡视重新未拿下孙政才铺路一样 文章说 在过去20年担任的内蒙古党委书记中 包括刘民祖 楚波 胡春华 王军 李继衡 石泰峰六任党委书记 其中刘民祖 楚波 王军早已退休 而只有胡春华这位2009到2012年的内蒙古党委书记仍然在位 并目前担任国务院副总理 而李继衡和石泰峰在十八大后接任内蒙古党委书记 是习近平选定的党委书记人选 换句话说 此次中纪委倒查20年 真正能威胁到的现任官员 又不和习近平亲近的人选 几乎只有胡春华一人 最近一个流传深广但引发争议的推特贴文提及胡春华 贴文称 政变已结束 接班人已定 王岐山 汪洋 朱镕基和其他元老联手 王以辞职相威胁 要求释放人之枪 对习进行逼宫 习近平不得不放弃终身制 李强 胡春华已经内定为接班人 在19届五中全会增补入常 20大将分别角逐总书记和总理职位 对此网友表示质疑 这一定是假消息 但表示这些谣言恰恰说明了人心思辨 这才是这个政权最怕的事情 美国多名研究人士提报 中国方面近日疯狂在脸书等社群媒体上买广告 并采用与俄罗斯假消息公式非常相似的网络策略 显然是试图在国际上塑造自身对抗武汉公卫危机的形象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 研究人士指出 中国所采取的行动包含在脸书买广告 以推广英文版官媒或在推特发文 这在某些情况下 有损美国为对抗公卫危机所做的努力 根据美国网络安全咨询公司记录未来研究分析 中国官方主要活跃于脸书和推特 自2月中旬至3月初为止 与中国官媒有关的社群媒体平台 每天发布超过3300则贴文 是平常数量的三倍以上 研究人士表示 中国疯狂发布推文 令人想起俄罗斯先前采取的策略 包含针对基本事实散播可能引起怀疑 并激起愤怒的讯息 或推广虚假主张等 俄国也非常仰赖官媒在网络上散播讯息 研究人士说 中国大买广告 加大社群媒体宣传力道 以影响英语系国家对中国的看法 美国网络政策研究机构 史丹佛网络观测站研究员莫特表示 2018年底以来 中国已在脸书购买超过200则政治性广告 其中超过三分之一是在过去两个月所购买 莫特说 中国最近买的广告 多半聚焦在试图形塑全球对中国因应武汉公卫危机的看法 针对上述内容 中国外交部并未回复这品要求 著名作家方方在武汉公卫危机期间撰写的日记 在海外发行 引发中共左派围攻 方方11日回应称 如果觉得在国外出书就是卖国 这种想法很幼稚 而这样温和的记录都引发这么多人仇恨 都会让无数人害怕 据报道 方方日记被译成英文版 将由全球最大的出版商之一 哈珀·克林斯集团出版 于8月18日在全球上市 方方日记电子版将于6月30日发布 目前正在亚马逊官网上接受预购 而方方日记的德文版中文译名稍有不同 名为武汉封城日记 将由德国著名出版社霍夫曼坎出版 据报道 书籍正式出版后 内容将会有细微修订 但方方强调 她所写的都是真实的 没有谣言 方方宣布 无论是中英文版 都会把这本书的所有稿费捐出来 帮助一些应该帮助的人 发译者白瑞文和版权代理人也都表示 会捐出一些来帮助武汉人 方方表示 不要把人们都想成坏人 不要觉得在国外出书就是卖国 这种想法很幼稚 方方透露 原本国内也有十几家出版社 想出版这些日记 但方方说 少数极左人士不断叫骂 目前所有国内出版社都不敢出了 她说 我的出版人还在国内努力 希望争取抢在国外出版之前 他们非常敬业 我也很感动 方方说 中国作家在海外出版作品是很正常的事 作者都愿意自己的作品能有更多人读到 英文版8月出版也是很正常的时间 英文内容只有约13万字 只是国外有预售 方方日记写下了当时武汉人无奈和悲情的一面 也不断要求追责 当前有舆论炒作 这样的内容放到国外可能会被境外有心人士利用 是为境外失利提供弹药 方方对此回应说 既然是刻意利用 你出什么书他都会利用 是不是 难道因为有人利用我们就不出书了吗 什么时候中国人这么怕外国人的 并称认为此事有阴谋论的人 比较适合去写小说 方方质问 他写日记以来一波一波的被攻击 你们怎么没有任何觉得奇怪的想法 而是顺着攻击他的路数走 这一波无非是有人绑架国家利益 对他进行要挟而已 而且他们绑架国家或部门已经多次成功了 他强调自己的书和国家之间没有张力 只是如实记录武汉的情况 自己不止写下悲伤和纠责的内容 也写下了公卫危机是怎样得到有力控制 并写到医护人员 志工外地来武汉协助的基层干部等 这样温和的记录都不能包容 都要引发这么多人的仇恨 这会让无数人感到害怕 有没有想过为什么那么多人支援我 因为我的言论尺度是一般人们都会有的言论尺度 如果连我都不能容 人人都会害怕 方方并指 现在有一些极左人士对他进行攻击 几乎跟文革时期差不多了 方方说 方方质疑 现在中国的网管技术很高 却放任这两个多月来 网络上大规模对他的辱骂造谣 今天还看到有人要组队来武汉灭掉我的资讯 我是没有办法应对的 但是我很想知道他们的后台到底是什么人 事实上 早在方方开始动笔时 就有不少五毛小粉红批评他在传播负能量 而方方日记在海外发行的消息 更是引发中国左派的讨伐 中共极左翼网站红色文化网9日刊登的一篇文章 把方方日记在全球发行形容为欧美的一支武器 官媒《环球时报》主编胡锡进 也于8日在微博声称 方方日记散发不是什么好味道 不是正能量 方方日记在微博上说 他现在说什么都被叫骂 真是领教了 极左势力实在厉害 而且强大 并把攻击他的人比作轮番传染他人的细菌 美国前副总统拜登在下一程 11日晚赢得阿拉斯加州民主党总统初选 在美国公卫危机影响下 阿拉斯加州改为邮寄投票 而在拜登竞争对手桑德斯上周宣布退选之前 选民已经计出选票 也就是说桑德斯将瓜分部分党代表票 不过阿拉斯加州初选拜登是明显赢家 得票率为55.3% 桑德斯则拿下44.7%的选票 拜登呼吁桑德斯的支持者加入他的阵营 多位退出民主党初选的参选人已纷纷替拜登背书 包括加州联邦参议员贺锦丽 米尼苏达州联邦参议员克罗布查 以及印第安那州南本德前市长布塔朱吉 据北韩中央通信社报道 北韩主要决策机构劳动党中央政治局 昨天进行常务委员会改组 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的包妹金宇正 再次成为候补委员 证实她的政治地位攀升 报道表示 这场会议由金正恩主持 会中决定这次任命 法新社报道 金宇正长期是金正恩核心幕僚之一 分析师指出 金宇正之前被解除候补委员身份 据信发生在金正恩与美国总统川普 去年于河内召开第二次峰会出交后 脱北者出身的首尔研究人员安灿仪表示 金宇正近来在北韩政治位阶攀升 这次复位是其中一例 金宇正曾在2018年代表兄长出席 在南韩平昌举行的冬季奥运 双方交流当时促使朝鲜半岛上 分裂的两韩外交关系迅速暖化 此外 在金正恩与川普或南韩总统文在营会面时 镜头也多次捕捉到金宇正在旁陪伴身影 不过直到今年3月 金宇正才首次开始以自身名义 发表具直接政治遗憾的文章 分析师认为 这凸显她在北韩政治圈的重要地位 在金宇正发表文章之前 她才被任命为 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第一副部长 这也是她目前在北韩当局担任的正式职位 今年1月被任命为 北韩外无相的李善权 也在这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中 选为候补委员 以上就是本期万维独报的所有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击屏幕右下方 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是Jennifer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